因為我比較喜歡說去在現場 為什麼我喜歡去現場 因為在現場有氣氛 有氛圍 你看那個棒球比賽 球類比賽也是一樣 你在家看現場的實況轉播 跟你在現場看比賽 那個氣氛是不一樣的 有那個情境不一樣 但是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辦法 我們只好用科技來分享 透過科技 所以這次我也是打破我的紀錄 我第一次分享這麼多年 第一次把我的要講的東西打成一份稿 然後傳給你們的翻譯團隊 你們的翻譯團隊說 如果我現場講 突然間講那個 他們有時候有一些比較 六元結句的那種四句連的 他們有時候一下沒辦法翻例 所以我這次就我也來試試看 那這樣有一個就是說 我沒辦法像現場一樣臨機應變 我只好照我打的稿 這樣來個分享 我應該是各有千秋啦 好 那我們今天讀書會我要分享的是 平淡最重味 平淡最重味 一般人都是講平淡無味 或者是平淡無奇 那怎麼會平淡是重味呢 就平淡了怎麼會重味呢 這個很值得我們來 好好地來分享探討 以飲食來講 每一個人的飲食習慣是不一樣的 有的人喜歡美食主義者 我相信我們實際上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那裡 一千都是美食主義者 天上飛的 地上爬的 水中游的 無所不吃啦 為了大快奪益啊 甚至還有人坐飛機出國啦 去大吃一頓都有啦 那我現在不行了 現在你不能出國了 不過不出國在國內也是大吃一頓 也是一樣的 想吃的人在那裡都是一樣的 那有的人是三餐呢 清淡簡單呢 有的人是什麼 八分素食飽 兩分素人好 這是上人要我們直擊的人去做的 那有的人是什麼 是隨緣受用的 有什麼就吃什麼 他是分數不計的 隨緣受用的 有一些南傳的佛教也是這樣子喔 也是不一定完全吃素的 他們是隨緣受用的 有一次呢 全球慈濟人返台參加一年一度的 全球慈濟日啊 現在可能就比較沒辦法辦啦 因為不能群聚 這個每次一來都是一千多人的建廠 那其中喔 這個大概都我看到七八年前的事情了 那其中有一碗呢 在這個金氏堂 華蓮金氏堂的這個廣場呢 舉行這個晚會啊 那事逢那幾天呢 迎雨飛飛啊 連月不開啊 連日不開 沒有清朗啊 明天下雨 那就有一位海外的幹部就發言說喔 明天如果下雨停止 讓我們這個全球慈濟日的晚會 可以在金氏堂外面的廣場來舉行的話 那個氣氛值比較好啦 跟室內比起來 室外值比較好啦 如果可以這樣子順利舉辦的話喔 我發願了三天不吃飯 他發這個不吃飯的願 後來果然喔 這個有願有利喔 發願之後第二天晚會的這個舉辦喔 果然呢 雨停了 雖然地上濕濕的 但是還是可以在外面辦活動 大家把那個小雲桌啊 那個甜甜雨放在外面嘛 欸 氣氛很好 順利舉辦了 結果後來上人聽人家跟他講說 欸 這個晚會可以順利舉辦喔 有一位海外的幹部喔 有發言說喔 如果是順利舉辦的話他不吃飯啦 好 那上人就很好奇說 好 那你去把這位志工找來 那就去現場找來啊 上人看到他跟他講說 聽說你有發願不吃飯嗎 他說是的 上人是的 那上人說那好 現在呢我請你去吃一碗麵 你發願不吃飯沒有說發願不吃麵嘛 對不對 那這個什麼意思啊 用妙法來當眾開示 開示什麼 身體是窄道氣 沒有充分的精力跟活力的話呢 難以精進修道啦 精力跟活力呢 是精進的動力跟燃料 沒有充沛的體力呢 要順利修道 也會心有力不足啦 但是呢 食物不必精致 簡單營養就好 其實我們人喔 嘴巴是吃得很乾淨沒有錯啦 可是頭腦裡面裝的東西有沒有很親近呢 這個就很難講 對 所以我們說吃東西不必很精緻啦 對所有的食物都應該以隨緣受用淡然儲之啊 淡然儲之啦 這句話是上人的開示啦 意思是說 不用那麼講究吃的啦 吃素有個好處就是說 你沒有什麼好挑選的 你說海鮮 什麼海鮮啊 日本料理當然還是 本質上是很大的不同嘛 或者什麼中餐啊西餐啊什麼餐都好 對 但是你素食就沒有差了嘛 旁邊上你素食的那個餐 那個menu上面有寫什麼 什麼栽額啊什麼鴨啊什麼那個 其實這還不是豆類去做的 所以吃素呢就讓我們無從選擇 也沒有什麼好選擇 所以無從選擇也是很好的選擇 人生有時候太煩惱了 是因為選擇太多 不知道選哪一個 所以無從選擇也很好啦 可是要注意喔 平淡不是平庸 要分清楚喔 但是平淡呢很容易導致平庸 平淡跟平庸是一線之隔 就好像什麼 如如不動跟麻木不冷都是不動 但這兩個是一線之隔喔 如如不動跟麻木不冷兩個是不一樣的喔 是天差地喔 但是一線之隔喔 所以平淡平庸也是一線之隔 如果我們喔 隨心所欲啦喔 整日呢虛度光陰 某某懂懂 混混噩噩啊 還沒有累就要休息 那這個會變成懶惰誠信 這個叫做平庸 平凡平淡不是這樣子的平庸啊 平凡平淡是什麼意思啊 不是說不管事或不做事 過蒙蒙懂懂懂過日子 庸庸碌碌過一生 不是這樣的意思 而是默默付出啦 平凡平淡就是默默付出 低調行事多做少說 不炫耀自己不需求回報 也能把喜怒哀樂 收斂常行啊 沒有隨便表現出來啦 有才華呢也不輕易外露 不愛鋒芒畢露啦 這個叫做韜光養晦 這個就是平凡平淡啦 所以不能享受平淡生活的人呢 大多是因為心浮氣躁 心啊進不下來 沉不住氣 因為呢 把明文立揚啊 金錢全力呢 看得很重 慾念很重 就像什麼 獵人一樣啦 他一路上呢 在追逐獵物啊 根本就沒有時間去沿覽 去瀏覽了沿途啦 美麗的風光啊 是不是這樣子啊 因為他一直目標 放在那個獵物身上嘛 所以那個過程中的那些 美麗的風光 他沒有時間去看的 所以有時候 這告訴我們什麼 有時候呢 要學習呢 放慢生活的節奏 不要快活快活 有時候因為很快活 所以不快活 要慢慢活 有些事情叫慢慢來 才會快一點 因為欲速則不達 對不對 那這 所以有時候生活節奏 放慢一點 適緩則遠 該快要快 該慢要慢 那這也是對自己的一種 寬容跟善待 不要給自己太多的壓力的意思啦 可以有責任 但是不要有壓力 人生是如此 做慈祭也是如此 修行也是如此 你不必有壓力的 我自己做慈祭三十年 老實講我沒有壓力 但是我有責任 現在掛一個頭形在這裡 老實講這個責任 有責任 但是我沒有壓力 所以這個是對自己一種寬容跟善待 這樣子呢 才能淡定 充容的 懷著美妙的心情的 看待我們身旁的人事物 這樣才是喜悦的人生啊 這樣就是喜悦人生啊 相反的就是懷疑人生啊 哎呀人生很苦啊 很埋怨很抱怨 那個是懷疑人生啊 人生因為平淡 所以平凡 因為平凡 才有了更多不平凡的感動 雖然平凡啊 但是在最平凡處 卻承載著最莊重 最蕩氣回常的生命治理 這就是安生立命的人生觀啊 從平凡中啊 初期至聖 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一鸣驚人啊 意思是這樣子的 從平淡中呢 去品嘗重味啊 從平淡中去品嘗重味 這個怎麼品嘗呢 其實一個人的心 越是進化的時候呢 一見在別人看起來是 微不足道的事情 我們都會感到很大的滿足跟享受 現在老實講 晚餐我只要有一碗湯 不管什麼湯 一碗熱湯就好 哎我就非常的滿足了 因為我都從今次帶便當回家吃 還要帶一個給我家吃酒 那帶的時候都沒有湯啊 我都沒有帶湯 因為帶湯不方便嘛 所以有些冬天的時候 喝一碗熱湯 哇那真的感覺很大的滿足跟享受 所以這個是從平淡中品嘗重味啊 有時候東西也不一定說煮得很好吃 你才有口欲也不一定啦 當然廚藝是很重要沒有錯了 但有時候呢食欲好不好 跟東西煮得好不好吃 怎麼有什麼關係的 心情好啊 粗茶淡飯也甘之如意啦 心情不好啊 山珍海味也食之無味啦 我相信大家都有這種經驗嘛 對 所以平凡跟平淡的生活 才能營造出平坦平順的美善人生 甚至可以喔 開辟出踏死又精辟的什麼 生命風華 順境可以順水推舟 是很好的啊 人處在順境中呢 可以順水推舟 這個是很好 但逆境也不錯 因為可以逆流而上 激起美麗的浪花 對 你沒有逆流而上 沒辦法激起美麗的浪花 乘風破浪 那種感覺也很好 這個是 順跟不順也是一樣 有崎嶇的生命之旅 才會湧出激昂的生命之歌 這樣呢也是一種什麼 能夠博得賀彩 人生照樣精彩啦 也是很精彩啦 那我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心寬念存的人 比較能夠過平凡平淡的生活 他很單純的 他不止他的心念單純 他過的生活也是很單純的 因為他懂得什麼 就去無存精啊 複雜的人就是 就是很多荒蕪 很多那個清田裡面 長滿了雜草的意思嘛 那你要去無存精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 把好的留下來 把不好的呢 刪除掉 這叫做什麼 有意心靈的牢記心頭 無意心靈的放誅水流 該忘的就記不起 該記的就忘不了 千萬不要 該記的記不起 該忘的忘不了 說他好話記不起 講他幾句就忘不了 說他好話記不起 講他幾句就忘不了 就變成這樣子 有學佛的人都很清楚 往生如果要去極樂淨土的話 先要要求 有尊嚴沒痛苦 才有可能 如果你是昏迷不清 神志不清的時候 那個就比較危險了 或是你要去快去快回 菩薩道快去快回 成怨再來 那就要看啊 你有沒有累積 生前有沒有累積 足夠的資糧啊 學佛都知道嘛 對不對 你要往生要累積 往生 雞樂淨土也好 你要往生之後 你要成怨再來也好 這個都要有資糧 往生的資糧 對 這個資糧就是盜糧 盜糧的累積 囤積食糧容易 累積盜糧就很難 食糧是有形的有為法 盜糧是無形的無為法 一個是故生命 盜糧是故生命 不 食糧是故生命 盜糧是故會命 有為不離無為 無為不離有為 兩個雙軌並行 這個很重要 盜糧也重要 食糧也重要 一個故生命 一個故會命 有會命又有生命 沒有生命怎麼會有會命 有會命 有生命沒有會命 那這個生命也是沒有什麼精華之處 剛剛講過了嘛 有時候人心已經很粗糙了 心煉很粗糙 不單純很複雜 吃得再怎麼樣精緻也沒有用 對不對 我們嘴巴剛剛講過 我們嘴巴吃得很乾淨 但是頭腦撞得也要很乾淨 也要很清淨 你說要練身體 筋骨皮很好練 練身體筋骨皮好練 但內功難練 內心比較進化的人 或生活比較舔安淡薄的人 只是一點點的東西 他就有很大的感覺跟感受了 因為剛剛講平淡重味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這樣子的人是因為怎麼樣 重道糧 輕食糧 重精神 輕物質 輕重之分 但是沒有講說不要 身體是傻道氣 沒有說身體要照顧好 但是輕重要分 生命很重要 會命更重要 食糧很重要 道糧更重要 道糧更重要 物質很重要 精神更重要 道糧簡單講 就是精神的飯 道糧 精神的飯叫做道糧 也就是什麼 境界很高的 一般我們學佛人都會講什麼 禪月為時不是嗎 法樂為時 開心到不用吃飯 台灣話講 對 有時候我們做事情做得很歡喜 做得很投入的時候 吃飯時間過了都還不覺得餓 這就是潛藏 潛藏滅盤的滋味 不要吃不會餓 還很歡喜 還覺得很跑 禪月為時 不是做不到 你看我們生活中就有這種情形 對 一件事情做得很投入很歡喜的時候 沒吃飯也很高興 別餓 這個呢 要有修煉才做得到 你可以把生活中這種例子 來用俗世來顯真理 原來這樣的情形就是什麼 禪月為時耶 我也做得到耶 不是做不到啦 挑財運水無不自禪啊 行住坐臥無不自禪啊 對不對 生活中都是佛法 只是不明顯 因為佛法跟生活結合 讓你覺得不明顯 但是不明顯不代表沒有 而是跟生活全能結合的 所以很簡單的事情也是佛法 那食物的淡味或者重味呢 也是一種像 對不對 這個食物很清淡 這個食物很重味 這個清淡或者重味呢 其實都是一種食像 食物的食啊 食像 而食像也是金剛經講的 四像之一啊 我像 無我像 無人像 無眾生像 無受者像不是嗎 金剛經講什麼 這樣才叫做菩薩嘛 沒有這些像才叫做菩薩嘛 那食像 吃的這個食像 其實也是我像 一種我像之一啊 我執著要吃這樣的東西 我執著要穿這樣的衣服 我執著我這樣的想法 那個就叫做我像 食像也是一樣 所以依此類推呢 很愛吃很會吃 或很愛挑 或很會選 也是一種執著食像 執著食像 也是執著我像 既然執著了 它也是煩惱的緣起啊 你不執著就沒有這個煩惱 你執著就有這個煩惱 執著食像也是會起煩惱的 有時候要吃什麼吃什麼 也是煩惱啊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我們直辦的 我們在精神裡面 有推嘛 包括我電視場也有推嘛 那個什麼 那個VO 那個素食的APP啊 花蓮幾十間的素食餐廳 我們跟大家講好了 我們如果明天中午要吃什麼 今天就先跟他訂 然後他就把這些餐的送到 送到精神堂去 有時候我們要去精神堂辦事情 剛好明天 像等一下我錄完影 可能有差不多十一點了 我就 那你幫我今天中午在精神堂吃 你幫我訂那個APP裡面 哪間餐廳的什麼 把那個便當送到精神堂來 同仁會問我 師傅 你明天要吃什麼 我很少跟他講說 我要吃什麼吃什麼 我要吃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因為都是素食嘛 我們也不懂嘛 我說隨便你挑 你點什麼我就吃什麼 我沒有時間去挑出什麼什麼東西 反正那些東西還不是一樣 吃到肚子裡面還不是一樣 我說我沒有去挑的 這個是必要這種像 那放下實像跟放下我像也是一樣的道理 剛剛那樣子講 我從這個地方做起 我不挑 有什麼吃什麼 剛剛講的隨元素用嘛 對 放下我像才不會我直升重啊 放下實像才不會口味太重 這句話也很好 對 你放下我像就不會直走 對 可是你放下實像 吃東西沒有不著像什麼都好 這個 你就不會口味太重 管它是重還輕 對 重的就吃 輕的也是吃 這個就是不著實像的意思了 口味的蛋跟重 不全然跟食物的重鹹 或者重甜 或者重辣有關 而是跟自己的心念 跟心情有關 我剛剛講過嘛 對 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煮得 山珍海味煮得很重味 你也是食之無味啊 剛剛講嘛 對 你心情很好的時候 出茶淡飯 吃一碗飯都覺得很甘甜 一樣的意思嘛 所以才說嘛 心情不好 不是去外面善心 或者出國善心 現在連出國機會都沒有了 好了 不是出去善心 而是要調心 那我意思不是說善心不好 善心是不究竟的 沒有根本解決啦 沒有對症下藥 心情不好 欸 調心 食物要好吃 也不是靠調味 而是要靠調心 也是像調心 我記得以前好像跟大家分享過 我因為大概十八年前吧 十七八年前我去海外震災的時候 我吃過我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一碗麵 各位可能有聽過這個故事 那一碗麵是在災區裡面 中午沒吃晚上沒吃 回到飯店裡面泡麵 那個水不是很燙的 外面軟的裡面硬的 那一碗麵如果現在吃 我們說那怎麼吃啊 那沒有手怎麼吃啊 可是在那個災區現場 我吃到這一碗麵 印象永生難忘 是我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一碗麵 其實那個麵怎麼會好吃呢 不是那個麵非常好吃啦 是我太餓了啦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你要佛法裡面有個叫觀照 觀想嘛 觀想以前在那個災區裡面 沒得吃的時候 哎呀 只要有得吃感覺都很好啦 這個叫做調心啊 不是善心不好 也不是調味不對 而是就近之道要從心去下手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啊 所以呢 吃也是一門學問 善人講嘛 食事為大 裡面也是呢 蘊藏著大道理啊 我老實講啊 不能說廚藝不重要 你看電視裡面很多頻道 在教人家煮這個煮那個的 還有比賽都有啊 對不對 或調味不是說廚藝不重要 或者調味不重要 不是這個意思 素食也是要用心煮啊 不是吃素就隨便吃 就亂煮亂吃的 不是啊 尤其你開素食餐廳的 你沒有用心去研究那個料理啊 人家短時間跟你捧場可以啊 長時間人家也吃不下去啊 吃不下去他就不想來了啊 對 所以現在很多人是 那個婚的餐廳改成素的嘛 對 我也會提醒他 你要用心研究喔 這個嘴巴是很現實的 可以跟你捧場幾次可以啊 但是如果真的不好吃 長期捧場人家有困難啊 你也經營不下去嘛 但是也有這種婚轉素的 因為用心去研究 不管他煮的是重味還是蛋味啊 哇 那個真的是 台北就好幾間啊 不是禮拜六 禮拜天 人多分兩班耶 一到五的中午晚上都分兩班耶 素食耶 但是不過他也有技巧啦 他沒有寫素食餐廳啊 你寫素食餐廳 吃婚的不會進來 你寫素食 素的會進來 婚的可能也會進來 你寫創意料理 那很多人會進來 這到底什麼創意料理 這不剛才講裡面沒肉的 吃吃看 吃得很好吃 哎呀 最後他發現之後沒有肉 沒有肉也是這麼好吃啊 這也是有技巧的啦 你要把素食煮得很好吃 原本吃婚的人才有興趣呢 來嘗試這個吃素 或者繼續吃素啊 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隨緣受用啊 對 或殘月為死啊 因為這個境界不一樣啊 我們自己都做不到啊 怎麼可能叫別人來做呢 對不對 但是眾生根基有深淺之不同啊 文法文道也是有先後之差別的 既然根基不整齊啊 就要循序漸進啊 隨緣度眾生啊 不管是溫食也好素食也好 如果胃口跟食欲 這個如果胃口跟食欲 是建立在美食的廚藝上面 碰到三針海味就胃口大開 碰到這個醋茶淡飯呢 就食欲不振 這個叫做挑食啊 這樣就不好了 所以才說呢 平常就要過慣簡單的生活 這樣一旦 以志工來講 這樣一旦去的災區呢 才不會不習慣啊 兩個禮拜都吃香雞飯啊 你看你怎麼辦啊 對不對 這個有很多常常這種經驗啊 一去那邊兩個禮拜吃香雞飯 配料都是那種金色拿去的 就是異樣的東西 你如果吃不慣都不要吃嘛 吃到真的很餓的時候你不得不吃 你會發現很好吃因為肚子實在太餓了 對 有一句話大家可能都聽過了 那是技工活佛的口頭禪 叫什麼 酒肉穿藏過佛祖心中做 不過這句話大家要了解 對喔 這句話是明言沒有做 但是呢 他的意思就是說喔 雖然我吃肉喝酒喔 但我心中還有佛喔 那你要知道 你既然是出家人 你怎麼可以吃肉喝酒呢 對不對 不可以啊 不可以啊 但是有一些 以前啊 以前就有一些這種惡性的比丘 他就是什麼 他就是分數不計啊 也不借酒啊 這兩句呢 這兩句是當時出家人 拿來當作吃肉喝酒的藉口 藉口 叫做佛佛 還有另外一個出家人也是一樣 他有喝酒吃肉 他就用這句話來當作藉口 其實他後面兩句還是重要的 還是重點 佛佛他講這句話 季空佛佛講這句話之後 他後面還有講兩句 兩句後面被我們忽略掉了 其實這句話的重點 是在後面這兩句啊 叫做什麼 世人若學我 如同進魔道啊 不過他吃肉喝酒有他的人耐喔 他可以這樣子做喔 但是不影響他的道心喔 你這樣子吃 你不只是破戒喔 你可能會影響你的道心喔 境界不一樣 所以他在後面就多兩句話 世人 世界上的人 如果你學我 如同進魔道 就好像進入魔道一樣喔 欸 那你這樣說 我們跟你一樣的進魔道 你不會進魔道 他就是不會 每一個人的境界不一樣 好 如果我們想要體悟 體悟這個平淡最重位的道理呢 就必須讓我們的生活 日子的過得簡簡單單 平平淡淡 是 這樣還不夠 還要什麼 用心 用 讓心靈實實保持著 沖沖融融 輕輕鬆鬆 歡歡喜喜 快快樂樂 要這樣就要做功課 就要做功課 這個 這個 希望能夠在我們平凡平淡的事物中呢 能夠去體會到人生的快樂 這個就是平凡最重位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互相勉勵 這個 有一句話啦 跟大家一起分享 最後做一個結束 好 低級的欲望 只需要放縱 高級的欲望呢 需要自律 自己約束自己的意思 我們就用這句話來跟各位一起互免 好 祝福大家 這個 過年快到了 是 先跟各位拜個 先各位拜個早年 好 這個 祝福各位 新的一年 每日快樂 苦年 福年 福虎身風 願大 至堅 千年萬年 我們大家一起互相勉勵 祝福大家 感恩大家 祝福 因為呢我們基里師兄跟我們拜個早年 所以呢我們請主場的家人 把禁四語也就拿在手上 然後呢我們導播也同時可以cue大家的一個畫面 那基里師兄其實他是非常喜歡現場的臨場的一個反應 而且他可以隨時看到什麼狀況 馬上就妙語如珠 並且去呼應現場那個感覺 其實很有現場的一個感覺啦 但是因為呢就是遇到這樣的一個疫情 所以即便在遠方 大家有沒有覺得還是滿滿的正能量對不對 可是這幕後喔是有一個高人在做這樣的協助 所以呢就是在今天時候他絕對給我們好看 這就是我們志工早會負責直播的我們大愛談同仁 所以我們用掌聲來感恩結照 謝謝感恩 這邊只有我們兩個人啦 只有我們兩個人 對對今天只有你們兩個 對 所以結照非常感恩您喔 真的非常的棒 讓我們了就是 對高雄線上讀書會也是一個新的體驗也是個加分 而我們加拿大的管心靈師姐說 幽默風趣文采飛揚 博學多文千格親切 也充滿正能量的基於師兄 深受年輕人的歡迎也是我的偶像 每次的分享都是廟語如珠法味十足卻不落痕跡 科技傳法片環語平淡眾味入人心 感恩基里師兄精彩分享 哇這個講話很激勵人心喔 對啊你看看 你基本上你這樣一講出 我們加拿大馬上就回來了 各位空中的書友趕快寫下來寫下來齁 哇這個師姐日行一善啊 是日寫 所以請大家繼續日行一善 而我們的清水的秀里師姐說 永生難忘的是那碗香雞麵在災難中可以見證自己的一個修行齁 所以在這個當下裡面呢 我們的陳漢華師姐還是師兄您在哪裡 你說無限感恩 他是師兄 喔是你的粉絲 所以他說無限感恩基於 這個是粉條 這個也不是粉絲是粉條 喔粉條粉條 無限感恩基於副執行長 分享這位法律或議兩位無比張大 阿拉師兄非常精進 是是香港的 王惠玲不曉得哪裡的家人 你知道嗎 阿拉師兄他說有責任無壓力 新冠面純真的很棒 吳明雲也說 單純簡單是最美的 我們山董威海的王惠喔 是我們順口的團隊 從大家熟知認同的平淡無畏平淡無奇 紀於師兄能體會到吃素平淡最重位 讓人欽佩 平淡平庸是一線之格 平凡平淡默默付出 不愛豐滿壁露 不喜歡平淡生活的人 往往都是心浮氣躁 你看他有沒有非常認真在聽你的 哇呀厲害厲害厲害 真的 而我們黑河在黑龍江黑河的關鍵師兄 他說我在山裡面手機訊號不好 但是我還是要跟上紀於師兄 你看多麼機靈喔 大陸也有在跟線喔 當然啊 大陸多得很 真的是 打音傳千里啊 妙依想不絕啊 是 然後石金師姐就傳他說 威海的王匯就說我是基於師兄的粉條喔 粉條 不是昏鬼 是粉條 好 特別是看了跟他和慈禄師姐的故事 改編了大愛電視劇之後 聽了他很多的講座 看了他寫的心靈似神唱之後 對他更是非常的崇拜 所以你看看喔 在這邊 所以非常感恩齁 就是透過這樣的一個集 只是我們高雄的慧鳳師姐說 基於師兄 你稱美雲老師是老人家 會讓他哭哭喔 我不會哭 這個 這個我要特別解釋一下 我說美雲老師他老人家是 他年紀輕輕老經驗的意思 喔 喔 轉的好 講的妙 我跟你講 這樣行不行啊 慧鳳 這樣行不行啊 是 我不會哭 因為他已經這樣子稱呼我好久了 所以我也很習慣 年紀很輕啦 經驗很老的意思啦 是 我要在大眾面前 欸 巨師伯 你今天呢 在這樣子的 對 師伯 請問一下你今天這樣子的分享 並沒有立臨主場 你會跟以前一樣給我們寫善孝運嗎 什麼教育 善孝運 給我們文字回饋嗎 行啊 挺好的啊 喔 謝謝感恩您 讓我們就聽您的 期待您的善孝運的分享 所以我們泰國的警術說 這沒問題啦 基於師兄好 感恩師兄妙女主 信守年來 無不適法 所以 時經就說 即使沒有辦法到主場 但是畫面看得就像在現場一樣 盛大 所以我們再次給我們基於師兄 還有傑宙師兄寫著美美的畫面 好 我們主場的家人 那個拿出來另外一隻手呢 可以揮手 導播可以Cue主場 好 傑宇 傑宙 對不起叫錯 傑宙以及基於師兄 把兩個合在一起 他不敢露面 我知道啦 但是他在啊 讓他聽到我有問過他 好 明年再見 明年再見 感恩 謝謝 謝謝團隊感恩 好 今天即便呢 我們的主場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辦法來滿滿的人 但是